连日的大雾北京以及三十几个城市都笼罩在有毒烟雾当中 北京政府首度发布埋橙色预警 空气污染的程度史无前例 世界各国媒体都震惊于北京的空气质量 也纷纷探讨到底造成中国空气污染程度不断加剧的原因 连日大雾白茫茫的一片 包括北京在内 全中国三十几个城市正笼罩在有毒烟雾中 带有臭味 这种有有害化学物质构成的烟雾 使空气质量不断下降 北京政府首度发布埋橙色预警 当然有伤害 因为雾太大了 空气当中的脏东西太多 我是老北京人 我是老北京人 我住了好多年了 反正以前没这么严重 就现在越来越严重 简直不敢呼吸了 不敢出门了 也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自奉 文中写着 如果你今天一天都在室外 你用自己的肺液过滤了7毫克的有毒物质 为改善空气品质做出了贡献 这场史无前例的空气污染 也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澳洲悉尼先驱城报报道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此充斥着抱怨 这个污染问题正在造成严重的政治挑战 英国卫报报道说 衡量北京空气中污染颗粒物浓度的所有指标 全都突破了历史极限 而英国金融时报的标题是有毒烟雾吞没了北京 由限小为例组成的有毒烟雾 让人体直接吸入有毒物质 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指出 2010年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 因为PM2.5空气污染致死的人数 比交通事故致死人数多出三倍 一些国际组织推估PM2.5污染的加重 与煤炭消耗量的急速成长 和汽车排废气有直接关系 也反映出中共当局 重经济胜过于环境的政策导向 造成的后果 新条亚的电视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